离婚多久 一年多了 今天你来是为了 想通过这个节目 挽回我们的风音 挽回我们这段感情 现在就知道挽回了 当初干嘛去了 当初不是跟那个女人走了吗 那时候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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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气的 我就甩了她叶耳光 然后她就收拾了两件衣服 就这样走了 我们来看一看 女士还是挺有心的 留了一些东西 我们看看她当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 大家来想一想那个场景 我知道前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男生你说 以前的钱不在你那儿吗 以后抚养费给你 房子不要想 你别后悔 是吧 他做了这个事情 当时我们也还没提出离婚 后面我也想到 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 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我就想着 就是说再去找她好好谈一下 然后就到店里面去找她的时候 她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 自己开车就走了 她本身也有大部分的钱在我手上 但是名字是她的 那个卡在我手上 后面她竟然就把那个营养卡就给挂使 把那个钱也给捐走了 所以因为那样子我才很伤心的 就是说跟她提出一个离婚的 你当时是真想跟她离还是想教训她 你说实话 是真的 因为是看到这个事情 而且她把钱给捐走了 所以当时是真的是很想跟她 你觉得跟这样的男人过下去也没意思了 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 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这小孩到这么大了 她现在就知道小孩了 当初大 还不是看见我现在生下来是个儿子了 才回来找我的 你为什么会说生下来是个儿子回来找你 因为我当初第一个是个女儿嘛 他们家里就觉得好像生那个女儿没什么用嘛 就是说要是儿子嘛 当时她妈妈月子都没照顾完 就回农村去了 然后她说要不要多想 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好人家思想成交 是啊 那个时候我也听到她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感情挺好 我觉得只要老公对我好 也没什么的 后面我怀掉她 我家伙也挺高兴的 就赶紧过来照顾我 但是后面她一过来照顾我 觉得我怀孕的那些症状啊 那些呕吐的现象啊 跟怀女儿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她就觉得肯定这个肚子里面又是个女孩了 就不怎么乐意了 就不高兴 然后她也是一样的 是老人家不高兴 还是她不高兴 她也开始也有的不乐意啊 因为别人朋友也说 看见我那个肚子的形状 跟我怀女儿一样圆圆的嘛 她说那肯定也是个女儿 她自己肯定在心里面也认为是个女儿 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呢 就是说我俩一嫁面呢 就跟我吵架 加之呢就是其姑八婆的 我爸我妈呢 老是在耳边唠叨叨叨 我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她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 这个在你心里有芥蒂吗 说实话 今天咱们说实话好不好 说实话没有建议 你们离婚是在她孩子 就是第二个宝宝多大的时候 那时候第二个宝宝 还在怀孕期 那她怀孕 你怎么好意思离呢 是我提出离婚的 你就走了 那她生完孩子 你过来照顾她了吗 没有 那时候不是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想看见她 你承认那个时候是鬼迷心窍是吧 对那时候加之外面还有 有个女人在一起 所以就做出来最浮渡最浮渡的事 什么时候你发现说 这个女人才是你的爱 那个不是的 自从离婚分之后呢 那个女人呢 就是说 只想得到我的钱 不是真心爱我的 那个时候你的前妻 你的妻子在世界上面推算 也差不多把孩子生出来了 对吧 那个时候你回去看她了吗 回去看 但是她爸妈都不让我 我只能偶尔就是说 去学校 去看一下我的女儿租 现在你等于跟父母住是吗 对啊 离婚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 店给了谁了 都是店跟那个房子都给她了 因为当时我就只想着尽快离婚 然后她就给了我 二三十万块钱 大概三十万吧 就给了把钱给我了 然后我当时也是想着 然后她也答应出抚养会嘛 就想着尽快的离婚了 反正我都答应了 也不想住那个房子 明白 咱俩现在女儿儿子都有了 就是说毕竟血流于水 我想给孩子一个更完整的家 以后不会再 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会 做出这样的 那女的到底骗了你什么 让你一下就幡然醒悟了 跟那女的去过 怎么还会来找我干什么 那女的就是说平常一出去了 就是说今天买这里 要是买那里 根本就没当家过下去一样 好 那是那个女的主动离开你的 跟人跑了 还是你主动离开那个女人的 我离开那个女的 是你主动离开她的 对对对的 好 其实今天从这位女性来说 我觉得特别独立 而且她在这个选择上面 还真是我看她那个时候的选择 我觉得是对的 是正确的 既然你出轨了 既然你心已经不在了 既然你不在这个家了 她选择了一个 特别独立而自尊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俩离婚 我来带两个孩子 一年之后 男人开始悔悟了 而女生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怎么 子 抛妻是背叛 妻子是非人 这动物都做不到的事 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 什么鬼迷心窍 鬼迷心窍 可以说被狐狸精迷了眼 可以抛弃 但弃子 是我更在乎的这一点 有些男人 他会抛弃 但他不会弃子 他可能暂时被一个女人 迷住了眼 说我要寻找爱情 或者甚至更直白一点 我就是洗心厌旧 但他不会弃子 弃子是人性当中的底线 你再来回顾一下 他弃子的时间 特别的残忍 有一大的 怀了一小的 第二 他弃子的时候 短信上的那些话 我们再回顾一下 防得你是别想的 不会给你的 但凡是有点良心的 男人都会说 留给孩子吧 没有 他很残忍 而且是两个孩子 而且有一个孩子 还怀在肚子里 所以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 不是说简单认一个错 哎呀 人谁不犯错吗 总是可以原谅 你要看他犯什么错 有些女人可以原谅背叛 有些人不能原谅 但这个都不重要 最关键 我还是在乎这个妻子 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他居然能够连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 一个还怀在肚子里面 他可以不问不问 跟另外一个胡林坚在一起 而且在一起一年时间 你想想看 他这漫长的这一年的时间 他不想你 他不想想孩子吗 他鬼秘心窍 可一阵子 他可能是那么长的时间吗 不可能 这人本性有问题 当一个人本性有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机会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不要说我看人绝对 我分析问题就是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原谅他背叛 但是有关于那些过往 那些弃子的那些过程 我认为丧失人性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所以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有一个话我刚才忘说了 我必须要补充一下 必须得有儿子是吧 不是的 我没这个想法的 只是说 伦春嘛 就是说老人思想 只是老人有这个想法 你没这个想法 我没多大这个想法的 不可能 台本里面说了 那个女生跟他说 我可以跟你生儿子 台本里面说了 那个第三者 有没有告诉你说 要给你生儿子 有还是没有 那时候只是说 有这个想法 你抛妻弃女 弃两个 对 我把这个子换成女了 是因为抛妻弃子 那个子是因为是女 两个 如果是一子一女 说不定就不抛了 我同意老师们的 不同角度的分析 她有些事情做的 确实是 你可以叫人性缺陷吧 那面对这种 人性缺陷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的 这个缺陷 因为有些事情的刺激 它转变了 有些人可能一身 真的就是变不了了 所以 选择原谅 这就意味着 有可能 你还要拿 你的后半生去赌 最后的意见 你来拿 我现在工作了 你知道吗 可是你原来也是工作 你都跑过去要来找我 过来陪我 给我各种惊喜 可是你现在呢 以前工作不是没这么忙吗 工作稳定了之后 工作量就大了 所以 带来的事也多了 你为什么有时间 跟别的女生发自拍 到朋友圈里面 你专门朋友都以为 我们俩很熟了 你跟那个女孩在处对象 你考虑过我吗 那个 那个 那个女同事 其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而且 我们那个也没什么 确实 同事关系 那我问你啊 那次跟我说你去开会 你跟老板也在一起 那天晚上 为什么我们朋友说 看到你跟他在酒吧里面 躲在角落里面接吻 我们听听答案 就是喝了酒之后 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 你问问在场的人 谁喝酒之后 就跟别的女生 抱在角落里 你有女朋友 你考虑过我吗 有时候应酬也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没办法 你也不用躲在角落里面 跟别人接吻 还是你同事啊 你应酬什么啊 那喝 谁能控制 谁能控制 你不觉得你知道很搞笑吗 所以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想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跟那个女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没什么 就像我说的一样 和我以前跟你解释的一样 真的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我问一下可以吗 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想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些东西 要把话说明白了 那就说吧 就是说我觉得 她所说的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没有的 然后呢 仅此而已 我只想说我 那你们俩的这个情感 情感是继续往前走呢 还是就此就 往前走 怎么往前走 好好的往前走 好好的 这个好好的是怎么个好法呢 我觉得两个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 可能随着一些 社会地位的变化 或者是随着一些 自己所处的职业 行当的变化 可能两个人都会发生 或大或小的一些改变 不管是从性格上 还是伟人处事上面 其实我觉得 两个人既然选择在一起 就应该相互的去理解和接受 或者是适应 可是我够理解你啊 那回我们俩吵架 其实是她不对 她自己也知道是她不对 可是我觉得她工作 就比较忙嘛 她也总是跟我说她忙 我跑到他们公司楼底下 给她道歉 她还是不高兴 还是板着脸 那同事问我怎么了 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而且她那个时候 不是刚进入工作嘛 想买换一个手机 体面一点的 然后我就工作完之后 我就去兼职 跑去发传单 那时候真的 特别冷 我自己从来没有受过 这样子的罪 但是我觉得只要给她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就特别满足的那一种 对她的感情没变吧 没有 你确实还爱她是吧 对 但是确实你现在需要 跟女同事去应酬 是吧 也不是说不能用确实 那个词语吧 可能 用哪个词比较准确 就是需要 需要 也需要在角落里 接吻跟女同事 那个 那是偶然事件 是吧 那接着还想问问就是 现在真是时间不得已呢 还是说 已经追到手了 就可以放在那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 工作和时间上的冲突 你确实很爱她 对吧 对 你还想跟她好 是吧 这姑娘什么吸引你 任何方面 但是你现在却对她 若即若离 为什么呀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还想跟她好 就是 原来也没有 这样子 就是前男友对我 也是特别好的嘛 然后也没有 风投过这样子的事情 你后悔跟前男友分手吗 说实话 不后悔 还是她好 就是自己喜欢 人生就是这样 喜欢 那没办法 家里面现在还非常有意见 对吧 还是不同意 今天妈妈去睡 陪你来了是吧 对 来我们有请妈妈 来来来 这是 女儿的男朋友 这个喜欢吗 我不喜欢 她的情侣